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天晴 中共已經決定以更快時間線統一台灣 專家認為中共早已秘密備戰 台海戰爭風險越來越大 甚至可能就在明年 世界需要提升警覺 美國之音10月19日 引述未透露身份的西方官員說 中共以多達大約27萬美元的高薪招募英國 和其他西方國家退役軍人、飛行員到中國 幫助中共軍隊了解西方軍隊最新的戰術 作戰方式和戰鬥能力 截至目前可能多達30名退役的英軍飛行員 接受了聘用 曾經或目前仍然是在中國為中共軍方效力 據了解 為了隱瞞這項聘用計劃的真實信息 中共是通過在境外的第三方人才招聘公司 實施這項的招聘計劃 一名官員特別提到 中共通過了南非是非學院 招聘這些退役英軍飛行員 10月18日 英國國防情報部門 已經就此發布行見的威脅警報 英國國防部表示 會採取法律行動 制止現役或退役的飛行員 受聘於幫助中共軍隊提升軍力 台灣國防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 10月19日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中共高薪招聘西方退役飛行員 和準備在台海開戰絕對有關 中共有很多向外國偷視技術的手法 這次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 蘇紫雲表示 人才的部分 中共有千人計劃 指的是科學家 英國的飛行員被中國高薪招募 變成戰鬥機的教練 可以稱之為軍事的千人計劃 中共用了解西方戰法 之前也有體驗 2022年8月 中泰空軍在泰國空軍烏龍基地進行聯合訓練 中共環球時報 曾經引述空軍專家傅前哨表示 泰國空軍的戰法 訓練方法是西方體制 中泰空軍演習 有利於中共空軍 去了解西方體制的訓練方式 以及武器裝備 蘇紫雲對《大紀元》說 泰國空軍的水平可能不高 但泰國與美國有軍事合作協定 中共與泰國聯合訓練 就變成了間接對美國作戰的練兵 蘇紫雲接著提到 受中共利用的還有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有美國的戰鬥機 雖然美國與巴基斯坦有達成協議 不可以與中共軍隊進行相關的交流 但實際各方都會存疑 因為巴基斯坦是中共的鐵岡兄弟 在10月16日的 中共二十大開幕儀式上 習近平在《政治報告》中提到 在台灣問題上 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也拒絕外部勢力干涉 習說 我們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擇 這是時隔二十年 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提法 再次寫入黨代會的報告 1997年的15大和2002年的16大報告均表示 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但之後的幾屆黨代會 就沒有再提到使用武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0月17日 在出席史丹福大學 胡佛研究所的一次活動時表示 北京做出了根本決定 現狀不可再接受 決心在更短的時間裡實現統一 如果和平方式做不到 就採取脅迫手段 如果脅迫手段不起作用 就可能採取武力手段來達到目標 這就是深度破壞現狀 並造成極度緊張 時政觀察人士王赫 19日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重提不放棄武力統一 釋放出來的訊號 就是戰爭的風險越來越高 而布林肯的說法 就是說美國已經做好了準備 台海會有一戰 這是美國的重大戰略判斷 王赫表示 美國最近兩個動作 一方面通過晶片法案 打擊中共的高科技 打擊中共經濟和軍力 要中共不要輕舉妄動 另外 拜登政府出台了國家安全戰略 將中共認定為 影響最為重大的挑戰 王赫認為 現在中美之間也有互相放風的因素 是在打心理戰 顯現出自己的戰爭意志 要涉伏對方 針對布林肯的說話 台灣國防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 蘇紫雲表示 中共對於台灣的軍事威脅逐步加大 可能快要到一個臨界點 但是台海戰場的環境本質上 對中共是非常不利的 有台灣海峽 中共要登陸 空降是比較困難 台灣只要強化自己的防衛能力 有很高的機會 可以挫敗中共的軍事侵犯 但如果中共失敗了 對它自己 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政治災難 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李友談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對布林肯的說話 一點都不覺得驚訝 我早就收到這樣的信息 說2027年以前開戰 明年也有可能 李友談表示 他得到的信息說 大陸沿海的高官房子 現在能賣掉的就盡量賣 有些地方在秘密訓練 早就準備戰爭了 李友談說 台灣現在需要加強備戰 與世界各個民主國家緊密聯繫 如果中共敢對台灣動武 台灣一定要不客氣地還擊 另一方面 美國為首的各國警覺起來更重要 在世界各國基本進入了 新冠病毒的後疫情時代 陸續解封的當下 中共仍然堅持嚴厲的封控 依靠大數據控制民眾 讓人懷疑中共實際上 就是為了進入緊急軍事狀態做準備 黃黑則認為 中共動態清零已經超越了疫情防範的範圍 對當局來說 可以起到一戰多彩的作用 不僅是維穩 還包括對進入戰事狀態的操練 中共已經不掩飾對中國社會的徹底全面控制 這是個流氓政權 已經沒有顧忌了 老百姓都被它綁上了戰車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林海忠、洛雅報道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曰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